假设7x加1是9x加8与3x减4的等差中向 是求x的值为和 好,那我们要搞清楚谁是等差中向 好,所以7x加1是等差中向 那我们要把7x加1写在中间 好,那前面后面呢,要写谁都没有关系 好,那我们把它写上来 已经知道这是一个等差中向嘛 好,那等差中向呢 就会等于前后两个相加之后再除以2 好,所以就是前面这边第一项跟最后一项 第一项跟第三项加起来除以2 好,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写下来哦 就x加8 前面这一项加后面这一项 好,除以2 就等于中间的7x加1 好,那这边这个除以2呢 我把它移上过来变成乘以2 好,那我们就可以做计算了 9个x加3个x是多少 12x 加8减4,所以是加4 好,会等于这边呢 7x乘以2 所以14个x 再来加1乘以2的话呢 就是加2 好,那我们把它移向整理 12x1过来 所以2x,4呢 再减掉2 所以就等于2 那么x就等于1 这是我们最后的答案了 好,那我们最后的答案了 我们最后的答案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